那大陆学者刘国生也说 这个就职演说背后充满美国人的算计 之前美方派了一批又一批官员 来指导赖清德的演讲稿 而这个时候赖清德就是被美国当枪使 让赖清德充当打手 好 今天中国时报的社论也是 赖清德这个就职演说让人非常的失望 记不记得之前中国时报不断呼唤大家 在这个就职演说前 就职前要给赖清德一些时间 对不对 还是一个这个友善的环境 希望他能够带领台湾往正确的方向走 但是结果就职演说让人失望 成为民进党历任总统就职演说当中 两岸立场最硬的一环 然后今天就很有趣 你就看到中央社又来了 这个操作已经好多次 只有拉碗包很细节地告诉大家 标题上都是 美国国务院呼吁大陆保持克制 不要利用台湾政权交替 为借口进行挑衅或威吓 但是你仔细看 他不是一个公开记者会议 不是公开发言 就是中央社的不知道谁 发了email给美国国务院的不知道谁 所以号称是发言人 发言人就那几位 完全没有名字 有没有 然后说今天以背景说明的方式 电子邮件回复中央社 就是中央社的小编 发了一封email给美国国务院的小编 然后按上一个发言人的头衔 类似这样 我要再次跟大家讲 算不算是一种假讯息呢 他不是个公开讯息也不是个公开记者会 然后你就看到西方的口径也很特别 包括华尔街日报 没有新内容啦 是正是华府想要的路透 论述中硬气有善意 华尔街日报含蓄的批评大陆 彭博美国能松口气 纽约时报赖清德挑战不小 日经强调守护主权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一连串的大背景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知道 但是我先问一下这个 介大使 很久很久以来 大家都拿我们跟乌克兰相比较嘛 所以今天你看 赖清德比下泽伦斯基 对不对 我说这个好像就是开打前的一个节奏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对这是美国一步一步的棋 正在布局 美国不但布局他行动也很 也是这个怎么讲呢 不见得他有说告诉你 也有些会告诉你 可是他们的行动 这个有一点像孔子讲是 敏于事而纳于言 他不会告诉你的 可是他做事的时候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常常在讲说 奇怪台北怎么好多老美在出现 记得那个香港的那个爆 就是说那个动乱时候 不是这个那阵子 那时候还是这个 那个时候那好像还有跟 就是说台湾突然出现了好多精壮的老美 对对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 这个是保津战乱 斗争能力是第一流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就是那么 那么稀里呼噜的都是 没事喝啤酒吃那个 吃薯条的 赖静的这个演讲稿 当然大家的直觉反应 就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你觉得哪个是主 哪个是从事 美国就开了一个大门 让他的A版出去 还是说美国更积极的去指点一些东西 当然你看到今天很多西方的媒体 都没有新内容 那怎么会没有新内容呢 大家觉得有很多新内容 然后这正是华府想要的 对不对 含蓄的批评美国松一口气等等 所以从这些事后的评论 你怎么看待美方的角色 就是把你一巴掌以后 然后呢赶快来摸摸你的头 那美国非常会这一套 我跟你讲 美国这个国家 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文明的动物的话 那就错了 美国人的最理想的典型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头脑 跟非常发达的肌肉 我跟你讲我们的小孩子在念初中高中的时候 他的学校没有什么霸凌 在美国的初中小孩 初中高中小孩天天要练肌肉 如果不练肌肉对不起 那学校就被人家欺负 他就是要靠什么 他就告诉你你要生存 你就要怎么样 你要武装你的头脑 不要忘记武装你的肌肉 所以呢美国很多人都在练肌肉 男生每天要怎么样 试强不能示弱 这个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国家两百多年 打了两百多次仗 他打仗太有经验了 对所以从布林肯的这个祝贺词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就双方就讲好了嘛 对不对 这个演讲稿大出很多台湾 是不是专家的意料之外 但应该在布林肯的意料之中 对不对 在他的掌控之中 掌控之中 所以他遥相呼应 那你觉得大陆接下来会怎样 我们看到这个反倾销调查 一直都是这样 那接下来会有哪些应手段出炉 大陆是这样 我觉得大陆基本上还是 还是拘泥于自己的这个外交原则 和平共处原则 然后呢互不干涉内政 然后呢大家是命运共同体 然后呢核就是说 这个核则两立败则俱伤 还是有很高的这个理想 那美国人没有理想 美国人很简单 你今天是敌人跟朋友 有差别是 非常天壤之别 朋友的话可以跟你讲一些原则 你已经被我内心视为敌人 我们之间的斗争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丛林法则 什么叫丛林法则呢 就是说在丛林法则生存是第一 求胜是第一 什么用欺骗的手段 我就骗你 没有什么诚信 然后呢就是说 反复前面说的不讲诚信 欺骗破坏你 我在你面前演戏 我死暗招 我怎么样 我陷害你 挖坑把你丢下去 然后呢我最后甚至动出 或者我找人来捶你 这通通是怎么样 他会使用的手段 所以这是现在美国利用赖清德 给北京挖了个坑吗 他基本上就是赖清德 从美国人脚里就是 就是一个代理人 他开了一个门嘛 让赖清德开始跳啊跳啊 那大陆反应也很强烈 那所以这个坑已经挖好了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 你如果说还要去跟美国说 我们要在共管台湾的话 那美国就刷你就骗你 就很简单 那就是说基本上 这个大陆不常讲吗 敌人有主要敌人次要敌人 对不对 那现在主要敌人是中国大陆啊 对不对 那赖清德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可是赖清德是可利用的 最抗主要敌人 最有利的一个工具之一 所以当然是 当然是不会为难赖清德 对不管是财经的啦 军事的啦 接下来大陆的这个硬手段出来的话 美国会如何呢 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吗 美国是最坏的朋友 最好的敌人 你不跟他玩硬的 他是跟你 就跟你硬到底 他只有碰到力量 他才会转弯 因为他是丛林法则 丛林就变成就是说最后 是老虎当王还是狮子当王 对不对 他服输的 可是呢 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感觉 你有所顾忌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机会 他会毫不留情的 继续下手 赖清德现在是美国的机会吗 这样赖清德的思维 还有独派的思维 我觉得他们跟这个 跟美国人是蛮雷同的 其实他们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刚刚那个 这个郭文言讲的 我很赞成 其实独派现在是有危机意识 为什么 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 可是在中国大陆 没有强大之前 他还是有独立的机会 所以这一回 赖清德走的是什么 赖清德走的是险棋 某种程度上 他也知道后果 可是呢 我认为 他是以救台独 救民进党 救他自己这个独派 为目标的一次 一个好赌 他敢赌 那最后呢 这个赌他认为是说 某种程度上 也是最后一级了 成则成矣 不成 反正我儿子孙子 已经做美国人了 我到时候 称服服于海 美国的这个 飞机接我也走了 那留给后面的人 不是服于海 服到美国航空母亲 寸服服于美嘛 对不对 他们都想好了 搞台独的哪个 一个家里面 不有三个五个国籍的 家里面每个人 踹了三五本护照的 多得很 我遇见最激烈的台独 都住美国 我跟他们都很熟 他们那个信念不会改 那是真的 我跟你讲 这个基本上 这一次 他的做法很简单 他这篇这个台独席文嘛 对不对 这就是大陆讲的 还什么台独自白书 他就跟你宣战 这是一个宣战书 宣告台独了 不要把他认为 他是这么感性 感性胜过理性 你不要小看台独的 他的知识 跟他的智慧能力 这就是轻敌 轻敌的必败 我跟你讲 台独这一次是怎么样 他要加深两岸的对抗 对立 对决的这个气氛 跟这个环境 怎么讲呢 他心里想 绑架美国 绑架台湾 绑架大陆 然后跟他讲怎么样 然后呢 他认为这是 现阶段 作为实践台独目标 的必要的权力一搏 你以为 不要小看赖心的 他是一个 难道他是一个 冲动的人吗 我跟你讲 他讲的每一句话 你现在回去想 他都布局得非常好 刚刚讲说 国家重建 社会改造 心灵洗涤 这个在他的 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 就此言说里面 这三个 这三个要点 全部都体现在 这边演讲里面 其实当时他讲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 但是现在 从他的演讲稿 再回推过去 发现这是一个 非常完整 精妙的一句 逻辑严谨 前后相 前后呼应 刚刚很多 而且有实践 对不对 蔡委员跟 跟郭委员都讲了 我讲一点 社会改造 我跟你讲 社会改造 大家要知道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是有风险的 讲这些 他怎么讲 他说面对来自中国 各种威胁渗透 各种威胁跟渗透 我们必须展现 守护国家的决心 怎么展现呢 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还有一个 健全国安法制 用法律来怎么样 在内部怎么样 进行清洗 并积极落实 和平四大支柱 行动方案 他要强化国防力量 他要怎么样 建构经济安全 展现稳定 而有原则的 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你想想看 两岸关系领导能力 就是两岸关系 由他完全主导 你这些人 想有不同的看法 有杂音的 对不起 靠未来的 健全以后的国安法制 你们通通给我看 好 这个介大使 讲到重点了 没有错 这个洗涤人性 大家当初觉得毛毛的 他有理念 他有想法 但是怎么样执行 落实出来 他的这个演讲稿 520 有没有大声地宣布 有勇气 他就开始做了 怎么办 执行 他有勇气 这个制室 对不起 我 听见 他一定是继续的 着流诊 是 在 我 eu 奶 感谢观看